我在13歲的時候開始 已經做粵菜了 以前就跟屬於老前輩的師傅 他們就教了我很多很傳統的 根底的功夫 現在有很多人都將傳統裡面 就變化成很多西餐的擺法 將傳統的味道有少少改變了 我自己本人就希望延續 傳統的粵菜 如果我們不保留 我們下一代又不知道那件事是甚麼 現在很多人都會先上機吃 所以在表演中都很注重 他們放了很多時間 去演繹那樣菜 但是傳統粵菜是很多時候大大碟 或者整隻雞 或者是甚麼 我覺得是好吃的 脆皮糯米雞 這是比較傳統的粵菜 比較麻煩 還有功夫菜比較多 起骨頭之後 我們會生炒糯米飯 糯米飯裡面有些辣味 有些蝦米魚 光瑤柱和冬菇 炒糯米飯 炒糯米飯 就釀進雞裡 收縮之後 我們就會上雞皮出水 上完水之後 我們就會風乾 風乾至少四個小時 然後拿去燒 燒大約半個小時 燒完還要拿去炸 所以時間比較長和困難 大量炒鮮奶 拼野雞卷 野雞卷其實不是雞 其實全部都是豬肉 這個也是好手工菜 因為要把那些肥豬肉 和那些瘦的豬肉 要片薄 之後再用一些甜味的肉 再醃製 捲了之後 再拿去蒸 蒸完之後 就拿去切了一件 來炸 還有在炒鮮奶的過程 火候的比例 要控制得好多 另外一道就是 鮑魚龍村鳳翼 龍村鳳翼就是 將一些新鮮雞翼 給了骨 然後調了一些尾 就放一些金華火腿 冬菇 和鮑魚條 這樣穿著它 所以就叫做龍村鳳翼的意思 因為它雞翼裡面 有些雞膜 就比較容易 令到那隻雞翼會爛 所以起的過程 都是要很小心的 其實傳統粵菜 現今都很多人懷舊回來 現在來說 東南亞這邊 都比較少人做 因為牽涉到很多人手 很多時間 和商業價值 但是有時候 我們這些傳統的東西 我們一定要保留 最重要就是 不會百分百 會全部教我們師傅 讓他們自己 又成全到下一代 變成我們的 粵菜飲食文化 就不會斷層